中国推出了新型的可以用于轻型战斗机的有源向中雷达 而且它的性能飙升在200公里外就可以锁定空中目标 其技术水平令人难以置信 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前哨 近日中国航空工业无锡雷电院研发的一款 LKF601E型风冷式有源象征雷达 参加了某国的航展 这款雷达仅仅时隔三年就做了大幅度的升级改造 而且性能飙升 不得不说其升级速度实在是刚刚的 让人看到了中国雷达技术的飞速发展 那么这款升级版的风冷式有源象征雷达 到底有些什么看点和特点呢 我们知道和第三代弹轴机普遍装备的脉冲杜泊雷达相比 有源象征雷达 它的探测能力 抗干扰能力 多目标跟踪的能力呢 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和改善 从雷达探测的方式方法来进行比较 一般的有源象雷达 它是固定不动的 通过电扫描的方式 搜索空中目标 而脉冲多雷达一般呢 是采用机扫的方式 机械扫描 那么无论是机扫还是电扫 探测角度都受到一定的限制 那么这款雷达采用了一个新的控制方式 它是机扫加向扫 就是既有机械扫描的方式 也有电扫描的方式 这两者叠加在一起 它就能够在200度的范围内进行广域探测 这要比普通的脉冲多部雷达 以及先进的有源象雷达的探测范围更大更宽 当然有源象雷达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扩展探测角度范围的措施 比如说在战斗机的机头部位 设置三个向寸雷达的这个正面 以扩大它的探测角度 但是这是要增大成本的 机扫加向扫的方式 可能是一个比较简单而有效的扫描方式 第二 这款有源象维达 在发射功率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 最终使它的发射功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我们知道雷达探测距离的大小一个跟天线口径有关 还有一个就是跟发射功率有关 发射功率越大 探测距离越远 天线口径越大 探测距离越远 那么它第二项改进就是增大发射功率 其发射功率呢 是原来的两三倍 它的最大探测距离可以超过200公里 那么超过200公里是什么概念 一般的轻型战斗机所配的雷达 不管是有源象维达也好 这个脉冲度雷达也好 最大探测距离大概也就在100公里左右 有的呢 也就只能达到七八十公里 那么这款新型有源象的雷达的探测距离 超过了200公里 可以说已经和美国的F22隐身战斗机 现在所配备的有源象的雷达的探测距离 等量齐观了 这个应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 那么这款雷达改进升机之后呢 可以同时跟踪15到20个空中目标 并且制造导弹 对多个目标发动精确的攻击 那么它既然参加了国外的相关的航展 那么显然它是一属外贸版的有源象的雷达 那么这款雷达 特别适合配装在机头直径 比较小的那些轻型战斗机上 它的孔径是多少呢 大概是600毫米乘600毫米这么一个范围 在这么小的一个口径上 配了这样一种雷达 它的探测距离竟然能够达到 或者甚至呢超过200公里 如果是放在10年前 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它的能力已经超过了大部分的第三代战斗机 甚至呢能够达到第四代战斗机的 有源象的雷达的水平 那么这样的一个雷达 它适合装在什么样的战斗机上呢 主要是轻型战斗机 当然如果你把它配在中型战斗机上 也未尝不可 口径进一步加大 探测距离会更远 那么现在世界各国真正缺的 是为轻型战斗机配套的有源象征一单 比如说中国的中国和败战联合研制的骁龙 以及中国的三英系列高级胶战斗机 L515高级胶战机 印度的LCA轻型战斗机 瑞典的GS39轻型战斗机等等 当然印度的LCA 它不可能从中国引进这款先进的雷达 因为它面上下不来 但是只要它的对手配备了这种雷达 那么在中距空战或者超视距空战范围内 就可以对LCA形成碾压式的优势 当然适合配备这款先进的有源象征的雷达的机型 还有韩国的T50高级胶战机 可以说如果这款雷达可以供出口 而且有些国家能够买得起 配装在他们的轻型战斗机上 将可以大幅度的提升这些战斗机的中和作战能力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彰显了中国的雷达技术 特别是航空的机载雷达技术 目前在世界上已经处于比较领先的水平 好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